挖掘新聞內幕 挖苦新聞人物 我是鄭鴻怡 歡迎收看這類新聞 我們今天邀請到了來賓 第一位是媒體人王瑞德 黃瑞好 大家好 以及購物專家廖祈芳 大家好 任帥哥好 另外是媒體人洪素卿 大家好 以及律師劉瑞婷 劉律師 黃瑞大哥好 各位觀眾大家好 非常歡迎四位 今天我們的主題是 沒有什麼事是應該的 這個前帥君跟伊林 原本是有長達十六年的情誼 伊林好像是個經濟公司 對 摩特爾經濟公司 摩特爾經濟公司 那日前因為想跟想為弟弟的飲料店充人氣 錢帥君就請這個錢東家 顯然他後來就離開了 是 請錢東家喝了三十杯的飲料 那對方事後很少在社群網站為他宣傳 讓錢帥君氣得直言說 拿人手短大家白吃白喝 那對這個事情 他最近出面還原的過程 而錢東家也回應了他的說法 那我們沒有要講誰對誰錯 而是說這個事情在我們都會發生 每一位都會發生 大家對你都有期待 那起先都會拜託你 可是後來那個期待如果落空的時候 大家應該怎麼來回應 這跟做人家有關係 對 是 那整個情形 我們是不是先請這個 肅清跟大家講一下 是 真的這件事情很值得 作為大家以後做人的參考 就是有一些眉眉咳咳 有時候真的是一些小事情 就會引發不快 那這個情形就是剛才講 錢帥君他本來是伊林的模特兒 可是事實上 他已經離開滿多年了 然後因為他弟弟開了手搖影店 所以他就想說 是不是辦一些活動 來幫他沖一下人氣 沖一下名氣 他第一時間想到就說 那是不是請他錢這個錢東家伊林 來做公關來幫他辦個活動 所以第一個是 錢帥君的想法是 我一開始是有希望 就是我花錢請公司來幫我辦活動 那這樣子幫我弟弟沖人氣 那為什麼找錢東家 我在想有時候 我們會希望找有關係的這些公司 一熟悉二 我覺得在費用上或什麼 應該也會比較有一些 可能可以考量的地方 可是沒想到 這個時候就出了第一個問題了 根據錢帥君的說法 他是說伊林秒 一秒鐘秒拒 秒拒絕 對 就是瞬間就拒絕了 連收就沒收就說 因為我們年底很忙 所以沒有辦法 那這個時候他就說 那這樣的情況下 他只好找別的人幫忙 往外找 那也辦了活動 可是辦了活動之後就想說 畢竟還是錢東家 是不是就送一些飲料過去 所以他就送了三十杯飲料過去 那送飲料過去的時候 就希望大家說 可不可以大家就幫我們給個意見 到我們的網站 按個讚 打個卡 充個人氣 給一個意見 當然就是有所期待 結果後來沒想到 隔離他弟弟跟他說 我猜啦 我自己評 我自己排謀 就弟弟可能跟他說 結果你送去了 總共只多了兩個讚 跟一個打卡 所以他就可能心裡會很受傷嘛 畢竟是錢東家 那我就送了飲料過去 所以很想知道說 到底是怎麼回事 怎麼會寥寥無幾呢 所以就跟錢東家 可能送個訊息說 怎麼回事 可以幫我了解一下嗎 為什麼 大家的反應這樣 都沒有幾個人去按讚 對 那可能對方受到這個反應 所以你可能也覺得 這個是自由意志 就是你送了飲料來 像我們有時候人家送飲料來 我們可能就放在那邊說 誰誰請客 劉律師請客 鄭大哥請客 就放在那邊 讓他自由拿 節目要討論 幫忙按讚 對啊 或者說劉律師說請他按讚 我們就在想 我們應該要請劉律師說什麼 所以公司的想法是 我請大家喝 那有說的是你喝的 你請的 那大家就自由意志 以後說可以幫他按個讚 覺得什麼意思 所以是自由意志 那這樣的情況下 如果你真的覺得這麼計較 這三十杯的錢 那我們付錢好了 所以呢 於是公司就弄了信封袋 裝了三十個飲料的錢 然後就去給他 對 就更火大了 所以他本來第一天是在 他的臉書就說 我不是伊林人 因為他們糟透了 所以就公開已經覺得 對 這樣講 在臉書上就是他們 因為他們糟透了 所以就引發這個媒體 就開始報導 那後來在下面的意思是說 其實我不是計較 不是計較是三十杯的錢 因為你給我三十杯的錢 很侮辱人 好像我在意這三十杯的錢 然後我不是計較三十杯的錢 我計較是做人 對 大概原理常常 後來公司也開始有一些回應 第一個回應 就像剛才正大哥講的 就是說 你說我們秒拒絕 其實我們沒有秒拒絕 我們是到當天下午三點 我們才拒絕 對 有思考過 我們有思考過 有了解過 討論過 我們真的人手不足 我們沒有辦法做 所以第一件事是 不是秒拒絕 第二件事情 我們幹嘛裝三十杯的錢給你呢 這個中間兩個說法 也不是很一樣 意思是說 因為你傳簡訊一來 意思是說你們怎麼白吃白喝 那我們就覺得我們怎麼白吃白喝 所以那就這樣回去 所以雙方還是有一些說法上的落差 對 劉醫師 如果你是伊林 碰到前帥君這樣子 來要求你 如果 但你真的是很忙 你會怎麼玩去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很溝通不良 對 因為正常來講 如果今天我跟前帥君 本身是 他是我的前員工 我會覺得我能幫得上忙就幫忙 或許我會告訴他說 最近比較忙一點 但是年後 我們可以來討論這件事情 我不會就說 不好意思啦 我們最近很忙 所以就沒機會 我可能會跟他講一些 將來或許還是有可能合作的 那第二個就是這個飲料如果送來給我 說實在的 我不是很瞭解 原來前帥君是希望我們 有人打卡按讚幹嘛 否則我或許就是告訴這些 我的員工說 這個前帥君送的飲料 如果大家想喝的 記得打個卡按個讚 那或許員工想喝的 他就會去打卡按讚 不想喝的就不會 那我也不知道 前帥君希望我做這件事 所以我當然飲料拿來就是放著 其實每天可能都很多 善心人士會送飲料啦 就當作一般一樣的狀況 我哪知道你前帥君是要這個東西 對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一個很 其實是個好事 但是因為溝通不良 也可能大家忙 所以就沒有辦法 好好的把自己的想要或是需要 彼此去達成一個公式 但如果你是前帥君 你會怎麼反應 我自己覺得啦 如果面對伊林 說我們實在很忙 對 實在很忙 那我或許就會跟他講說 那什麼時候比較不忙 我們可以再來討論 對 那當然或許 我自己覺得我是員工 然後這是我前東家 有一個上對下的概念 我自己就會覺得 他是不是找個理由拒絕我而已 我心裡會不舒服啦 你會認為這樣是拒絕嗎 對 我會認為是拒絕 會認為拒絕 所以要嘛就是 我跟裡面伊林 有沒有什麼樣的主管 本身關係是好的 還維持一定關係的 去互動一下 去了解一下 第二個是如果我送飲料去 我看起來好像就是 飲料店直接送飲料到伊林去 如果是我 我就前帥君本人拿著三十杯飲料 去到了伊林 然後跟這些同事們 來一下子一下 對 大家那個我送飲料來 大家辛苦了 或許我就在那邊彼此自拍 拍個照拍個照 對 我就自己PO網了 我還叫伊林要去幫我打卡 我是那個新的飲料店 記得按讚 也不用這樣啦 就大家來 這我弟弟開的 大家適合一下 好不好給我一點意見 對 那我就在那邊待一陣子 那伊林的這間模特兒 有人喝 有人不喝 我就跟他拍個合照 或怎麼樣 我覺得我的宣傳效果 我就達到啦 我幹嘛要搞到 反而還跟前東家 關係弄不好 不過這個是很好的宣傳 大家都知道飲料店 對耶 其實是耶 我才知道 原來他是開這一家 去喝喝看好了 但是說真的 我看了這個 我會擔心說伊林 是不是就是覺得不好喝 所以沒人打卡 我可以想要這一點點 律師真的心癡好疼 我覺得你這樣就做人 就做得很年華 不能講出來的啦 這些事情裡面呢 前率軍跟伊林都沒有錯 我認為真的是溝通跟認知 上面有差距 很可笑 那如果用一些方法 對不對 我覺得用一些方法 可能會雙贏 那麼如果你問我說 那個如果是前率軍的話 怎麼處理 剛剛律師其實教的那一招不錯 其實你可以把這個飲料 直接帶著 甚至於帶著你弟弟 那直接到伊林去 然後跟大家社交嘛 這個我弟弟照顧一下 大家怎麼樣 然後飲料請大家喝要幹什麼 然後搞不好跟弟弟 然後跟這些模特兒一起拍個照 這就是一個廣告 伊林摩托爾在走秀的時候 可以這樣 對 等一下就弄一杯 走秀一下 這個也不錯 不過可能價格要一千杯 對 但是這個就是 認知上面的差距 就是說 我覺得 因為他總認為說 人不親土親 我從這裡出來 那所以呢 你想想看 我也不是幫你擺姿擺 我也不是說 給你免費幫我做廣告 他也希望伊林 能夠幫他做個活動 他付費 但因為你可能真的是 過年前太忙 那剛剛就是一個美感 你不要說什麼秒拒絕 還是幾個小時後拒絕 你就可以再參加什麼 過多年再怎麼樣 想辦法再怎麼樣 這一個口頭上的承諾 這樣就好了嘛 然後另外一個事情就是說 其實三不轉 路轉 什麼意思 不一定要伊林嘛 你可以到別的地方去 如果這個地方不要 對不對 對 沒辦法 就去凱惡 可以啊 凱惡 到哪裡去都可以啊 伊林只要付得起錢 對不對 然後找誰來 一樣達到你的效果嘛 不過我覺得 這樣的認知差距很簡單 因為我有發生過 為什麼呢 錢東家是不是 不是以前的報社 是以前的同事 而且是我以前的這個部下 然後呢 還是我引進進來的 你知道嗎 然後我很照顧他 可問題是我們退休離開了以後 你自認為你很照顧他 對 我自認為很照顧他 但是還是很照顧他 這個烤雞 我們覺得我們很照顧人 對 人不一定 人家的感想不一定 你也沒有我自己的才華 你跟他照顧我也沒辦法 對不對 而且你流動通這個 是怎麼跟他照顧的 照顧這個事情 不過 自己的事情 必須很坦白的說啦 能夠進來報社 烤雞表現 他自己表現得很好 那這個都小事啦 那不過有些事情呢 我們在當三十幾年的社會記者 所以有些事情 我們認為是小事 所以通常遇到 跟警戒有關係的事 就會想說 就失敗了 又有這樣的情誼 幾十年的高情嘛 然後我就打個電話給他 請他幫個忙打個電話這樣 就OK啦 小事一個 我們認為是小事 事實上也是真的是小事 結果 秒拒絕 就秒拒絕 是小事喔 不是大事 對 我要說 你跟那個說一下這樣 什麼事情這樣 他說 他就秒拒絕跟我說 這樣好嗎 我覺得不好耶 對 我就愣了一下 你知道嗎 愣了一下 因照 因為我們 出乎我們意料之外 我們認為 依我們的交情還是什麼 這是小事 如果大事 我也不會找你嘛 然後我就笑一笑說 好吧 那就算了沒關係 就算了 然後我就自己立刻打電話 我自己打 你知道嗎 因為我們的交情 比你還深厚 但我只是想說 不需要自己去處理這個事 我就自己打給當事人 那個警戒一個事情 要把它處理掉 過了大概 也是幾個小時後 這位前同事 自己打電話來說 不然我幫你處理這個事 我說不用不用 謝謝 不用不用 不用麻煩你了 我已經處理完了 這樣就好了 但是我告訴你一件事 如果站在一個當事人 我們去麻煩人家 人家幫你拒絕 我們心裡是不舒服的 對 你知道嗎 這跟對創沒有關係 這跟死的技有關係 那我以後 我跟妳坦白地講 我從此以後 我一輩子沒再打過 一通電話給他 因為我覺得 我們的交情 我不是去拜託你 幫我做什麼事 沒有 結果我得到的 竟然是這樣的一個回報 你知道嗎 我也覺得很難過 我們才要送 沒有 我也把你帶來 做事工作 沒有 我自己死了 修好了 自己修好了 這種命第一點 哪有可能幫你送了 對不對 我們先休息一下 好 其實我們覺得 我們人生真的會碰到 這樣的狀況 像我最常碰到的是 因為我們有主持節目 所以會有很多朋友 他做生意 他就想要透過你的節目 稍微夾帶 要拜託 自入行銷 但是他說的理由都很好 我這個東西 對健康多好 我看你經常也在說過 會託的事情 這對觀眾是好的 對 你就要照顧觀眾 這個就是我祝你 你叫我來 叫我來 面對這樣要怎麼說 抱歉 不能自入行銷 我不是這樣說 我都說好 我來找主題 我再通知你 這就委婉的 後來他可能忘記了 可能也知道我們在晚劇 但是我很感謝這些朋友 他就沒有繼續 但是你也給他一個台階下 你沒有第一時間 把他劇人一千里之外 對 我來找主題這樣 對 你還會要找主題 很有心 對 我真的有找 只是一直沒有幫我 沒有這個主題 對 沒這個主題 對 也是 為難 我的感覺就是我們人生 有時候要體會到別人 有為難之處 對 應該的 因為說起來節目 基本上是完全不可以 共氣使用 對 本來就是 那你的例子是 我的 其實我自己當購物專家 因為是主持人的位置 主持人就是 你要巴結的對象 所以我從來都沒有想到說 要去拜託誰要幹嘛 那因為我現在開始 自己做手工餅乾 其實做這個手工餅乾 也很辛苦 就是我沒有 沒有經費去宣傳 那只能靠餅乾 自己去說話 好的餅乾 就讓你吃吃看 拜託你吃吃看 吃好倒燒爆一下 拜託一下吃看看 吃好倒燒爆 對 那其實 我有很多的藝人 可以看一下嗎 可以 就是我其實首先 我要非常非常感謝 鄭鴻大哥 現在這樣要自我 沒有 跟我說這個主題而已 我真的非常感謝鄭大哥 因為其實也有很多大咖的 比如說羅志祥或凱樂 然後其實也有 就是鄭大哥 我放在最中間最大的位置 為什麼 因為每一個人都講說 鄭大哥不吃零食 我很少吃甜食 對 而且他絕對不會隨便在 就是不吃正餐的時候 吃別的東西 這是我聽到很多很多 包括化妝師 髮精說 鄭大哥吃 而且他吃兩個耶 對 然後我就想 那應該是我餅乾 有說話吧 這樣 然後 我其實會很不好意思 可以拍一下嘛 對不對 鄭大哥 我是說拜託 可不可以借我拍你的照片 可以嗎 其實我有被拒絕過 誰跟你拒絕 沒有 我怎麼可能講出 他是誰 今天就有太報復了 對啊 對啊 有太報復了 就看一次 就在有用用 其實呢 那個老師是吃了之後 他他也是講說 但是你的感覺就不一樣了 對 就是而且他說 我私下跟你買好不好 那我我可以體諒啦 他的意思就是說 不行嘛 對我私下跟你買就好了 因為不愛替你選團 對啊 那如果說有要其他的 你在跟我經紀人談 這個是大部分的結果啦 對 我是覺得這樣 我之所以 齊邦市拍那個照片也吃 我第一個我覺得餅乾好吃 謝謝 那可是好吃這個事情 不是每個人都這樣認為 對 每個人口味不一樣 那第二個事情是 我覺得他需要幫忙 真的謝謝大家 就是出發心是這樣 是 然後也有人要幫忙 我覺得比較痛苦 因為我不會算數字 不會算錢 有人說 我幫你推廣 然後去給別人吃吃看 可是你要給我試吃嘛 那這樣別人才有東西吃嘛 結果他就要了兩盒 又再要兩盒 又再要兩盒 總共要了六盒喔 然後總共結果他賣了十二盒 他要了六盒 回去試吃 試吃 那是幫你賣 賣了十二盒 這個人這樣算不錯啦 賠了 從好處想 從好處想 你的意思是說 如果你不只是想著 他跟我要了六盒 試吃只賣十二盒 你就很痛苦 對不對 可是你要想說 他也幫你賣了十二盒 好吧 他是為了你去給人家試吃說好吃 所以賣出十二盒 這樣想就好過了 好吧 我這個是我覺得很納悶的 那瑞德如果像這樣的人 雖然你是醫學院的 但是一直盧 一直盧 對 拜託嘛 拜託 是不是不好吃 其實就是好朋友啦 好朋友就讓最香燙一下 我說坦白就是這樣 不然他沒有跟你拜託 他要跟什麼人拜託 就是這樣 所以是好朋友的話 我覺得就是捧場一下 但是還是一樣 就是我還是強調 沒有對錯 但是處理的態度 你要非常小心 你就不要讓人家覺得說 你就拒人於千里之外 白吃白喝 對 然後就馬上拒絕 那這樣子人家就會覺得說 蛤 那原來朋友是這樣而已 對 人家其實可能表面 像也笑笑 對我告訴你 其實心裡面會不舒服 是 我人生的判定的準則就是說 既然是朋友 就不要為難 對 就不要為難對方 如果對方真有為難 那我們就不要 就算了 真的 真的 其實你都感覺得出來 他有沒有為難 還是應付你 其實你都感覺出來 既然他那麼為難 也許朋友的標準重新訂 對 沒有錯 那有時候真的是 就是以後列入 就是剛才瑞德哥講的 你覺得你很照顧人家 人家不一定這樣覺得 就講 你覺得好像我們應該是 那麼好的朋友 可是人家或許覺得 我們應該不算 那麼好的朋友吧 所以公式上的朋友 重新定義是真的 而且我覺得 也有可能是 你並不了解他這個人 因為我比如說 像我就是一個很機車的人 就是說 我從以前在報社做的那個 有時候那個 剛開始有電子報的時候 我其實就算是一個 相對機車 為什麼呢 早年剛開始必須把 現在有三兩 有YAMAHA 有金庫 機車 我應該撞機 我應該是杜卡丁 不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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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說呢 就比如說當時呢 我 我們在報社 我們剛開始有電子報嘛 那電子報就是說 我們記者呢 在外面寫好的稿 我們本來文字都是第二天見報 對 可是那個時候開始流行 必須要在網路先見報了 所以一開始報社是用鼓勵的方式 就比如說 對 就是一則就給你兩百塊 你想看我一天 如果賺個十則有兩千 不過無小補 所以這個時候很多的記者 就會非常的積極 然後不論大小是 諸如巡獲犬類之類的這種事情 他也會寫進來 因為就是他什麼新聞 他都丟進來四月 那我們一直認為說 即時的重點是 如果一般的小新聞 我們跟中央社或什麼就買 我們本來就買 我們就改寫幹嘛就好了 那真正你要值得我花錢給你 應該是你自己線上 趕快進來比別人快的東西 就不是有些人就抱持這種心情 反正就是這上面在開記者會對不對 新聞稿下來 他就copy pass 趕快丟進來賺兩百塊 然後跟中央社就一模一樣的東西 然後我就是 如果有些會做人的人 他進去值班的時候 是不是反正兩百塊不是我發的 我就通通貼上去就好了 是不是 我就做 不要擋人家財路 不要擋人家財路 做順路的好人嘛 我不是啊 我很機車 我每次看他家 你在高雄某地巡貨狗關我屁事 然後我就會 就鴨子不發你知道嗎 因為我覺得我發了報社 就要發兩百 對 可是我覺得他不值兩百 因為報社是紅樹清開的 不是 很大股東 我只是一個討厭鬼好不好 然後呢 就是 好 這個故事等一下繼續說 好不好 好 先休息一下 好 來 首先來 繼續 好 因為對方可能大家都覺得 你不過就是順水人情 又不花你的錢 你就貼上去 你幹嘛這麼不識貨 不識相 可是呢 我就覺得說 你雖然我們 我們只是進去代辦這個位置 但你應該維持品質嘛 結果結局是啊 還被那些記者們的 算是小長官打來罵我 就說為什麼我們這邊的新聞 我們都傳出 進去那麼久都沒有貼出來 可是我心裡知道嗎 又不能跟他說 我覺得你們新聞很爛 這個時候委婉的拒絕方法 就是說不好意思 因為那個手邊的新聞有很多 今天比較多事情要處理 那相對之下 那個好像沒那麼緊急 沒那麼緊急 我就先放著這樣子 可是事實上就是 就是這樣子嘛 所以第一個很多人都認為 你是順水人情 沒有想過人家是有 人家是有 有一條線在那裡的 然後現在更討厭是 現在我們開始會有自己的臉書 粉絲頁或臉書 就跟政大哥你的朋友一樣 我們也會有很多好朋友 那可能他們也會有些產品 或什麼有的沒的 他就覺得說 那你可不可以順道 就是po一下 就是他可能送你一個禮盒 然後就說 那可以幫我們po在你的 粉絲網上面 我覺得說 第一 你跟我其實交情沒這麼深 第二如果你認識我 你去看一下我的粉絲 也是幾乎不會有任何產品的東西 因為我就是不想把它做成這樣的東西 你開這個口的時候 就已經是先讓我覺得很為難了 那我本身就在講的是 我很機車 然後我真的會說 不然 因為我可能不是那麼方便 貼產品的資料 尤其又是我們跑這一條線 是醫藥相關路線 如果我今天po了 任何人吃的這個東西 他如果剛剛好 對這個東西 不是你的東西不好 可是他剛剛好 對這個東西有過敏 或幹嘛什麼東西 都會算在我頭上 所以有沒有可能 就是我們私底下我可以幫你 就是人家有需要 我可以幫你說 但是我真的沒有辦法 放在我的網頁上 就是我覺得有比較麻煩的 我有沒有廠商送給你 你就跟他說 蘇青 好東西跟好朋友分享 吃後他趕快搭酸團 是 這樣就好了嘛 人情世故 對啊 怎麼po上去 你說蘇青鋪一張掛錢嗎 你知道嗎 我也你知道嗎 但是有的時候 這個你不說 業配 但是有時候 我們說人 朋友就是天日製造 人情世故對不對 但是有時候 有些事情是有苦難言 為什麼呢 現在要過年 對不對 過年前要幹什麼 打烤機 打烤機都很重要 為什麼 優關你的年終獎金 跟烤機獎金 差一股位 那很現實的 你是優等 假上 假等 假下 疑等 那差很多的 但是我跟你講 有時候你當主管了以後 當記者你還沒有這種感覺 當主管了以後 你很難出力 以前有一個女記者 我的手下就對了 我覺得她那年表現很好 然後我就具體力證 幫她增那個烤機 因為這個增烤機以後 不僅她這個 可以多增加 比如說半個月的年度獎金 然後呢 也可能對她的升遷有幫助 我們在具體力證的時候 我上面還有上面 她不要 她就不喜歡她 然後呢 就硬不要給她這個烤機 可是我們在更上層 那邊具體力證的時候 是呀 你就得罪她了 得罪她上面的主管 得罪我上面的主管 那你跟她解釋 因為你的老闆跟我講說 老闆說 我也不認識這些記者 只有你們最清楚 他竟然跟我講說 不然你去跟你的上面 喬一下 我聽到這句話 我心裡想 我是呀 為什麼 因為我得罪我上面那個 要喬一下那個老闆 但我覺得我沒有錯 所以我幫他爭取 最後我還是輸了 你知道嗎 因為他就是要讓 另外一個男記者 拿到那個 拿到那個更好的那個烤機 可是我一直跟 一直講說 可是他今年真的是 表現很優秀 他的獨家新聞怎麼樣 那老闆一聽 不然這樣好了 烤機沒辦法給他 給他加薪一千五百塊 可是你知道嗎 出來了以後 等到他拿到烤機的時候 因為他一定會知道 他的烤機 等到他拿到烤機的時候 他怨的是誰 怨你 是你 我們跟他解釋 這麼多年了 我跟他解釋 他知道你的口心嗎 我有跟他講 但是他還是聽不進去 他就認為說 你一定是騙我的 你一定是私心自用 把烤機給的那個男記者 然後我一直跟他解釋 為了你還得罪 我的這個長官對不對 然後想盡辦法 老闆終於幫你加一千五百塊 但我對不起你 因為我沒有幫你爭取到 我還得罪了那個 可是事隔那麼多年了 我覺得他還是放不下來 我還是在背那個黑鍋 但是我沒有對不起他 你知道嗎 我看過年輕 有時候這樣 你感覺是失 其實有時候是得 不要把它看成那麼嚴重 譬如說我以前 我先當主管 我要幫大概二十個同事 打烤機 我們總編輯就說 平均八十六 好的你就九十九十二給他 九十以上就多一個月了 八十以下就少一個月 可是他一定有比例 八十到八九十之間就正常 八十六 我就打他 他拿去了 他要打我們考 總編輯要打我們考級 我收到我的考級是八十四 對啊 對啊 這個我們都遇過 可是剛剛那種 為什麼會有人不信 你有沒有覺得 所以我是說 後來我知道 我們總編輯其實是不喜歡我的 對啊 因為你給我同事平均是八十六 你給我八十四的意思 就是很不給我面子 他們下位的這樣子 我們在媒體工作對不對 媒體工作你的考級 照理來講 應該是以你的表現 對不對 素心就很知道了嘛 你的表現 然後你的獨家新聞 你對報社所 我產生的產值 那你的獨家新聞出來以後 電子媒體電視台都跟進 對不對 然後呢 前一年 我的考級最好 這一年 我的獨家最多 最後我的考級被降了 為什麼 做人 你知道主管怎麼跟你講 做人要跟自己比 不是跟其他同事比 做人要跟自己比 那就是我自己不能表現太好 你知道嗎 我不能自己表現得太棒 因為明年我要跟現在 太棒的自己比 他要把考級給別人 這個是我出生會 他要把考級給別人 他就跟你講這句話 我永遠不會忘記那句話叫做 很高深的學問 他那時候打電話跟我解釋 為什麼考級把我降的原因 那時候我騎摩托車 下大雨 然後正在跑獨家新聞的時候 他告訴你一句話 做人要跟自己比 其實就是他考級要給別人 我剛才還沒說 我的意思是說 他打我84分的時候 我就決定離開報社 我的意思 當然我們不是說 我們出來都很了不起 而是說離開報社 闖另外一個前提 所以你說 他給我打84是 是為什麼 是得還是失 對啊 所以你從人生的長路來講 其實是得 對啊 謝謝 總編輯 是啊 其實這也是我出社會 所學到學校沒有教的 第一件事 因為我從小唸書 我就考自己滿分 每一張都考一百 那我當購物專家也是 我就每一檔都做第一 就每一檔都賣到最好 我有一年跑去跟我老闆講 全部業績排出來 我是第一 為什麼我的考級是 就是一等 為什麼 做人要跟自己比 對 他跟我回答說 這句話不錯吧 他說別人都做很多事 我只做我購物專家 一個人的事 這句話不錯 他就說 別人做很多事 你都沒有上廁所 我那時候 我那時候還是聽不懂 一直到上洪怡哥的那個 廣播節目 你答醒我 天啊 這個已經困擾我了 十幾年 我在購物台 已經要快二十年 廣播節目太優秀了 廣播節目真的 講了一段話之後 我才聽懂 我老闆講這句話的意思 他說一個科學家 他也必須要去談他的 就是人際關係 去談他的基金 基金 他也需要去 科學家也需要去爭取經費 你才有辦法做研究 這句話 所以你要把人的關係做好 對 我們都以為把事情做好就好 對 我覺得我也很想分享一下 因為現在剛好到 你也是給人家打招四分 那個人 我們要發年終給員工 那其實我個人覺得 當然老闆有老闆的考量 但重點是 你要先跟員工講清楚 你的遊戲規則 而不是你做完這件事 再告訴他 你去年努力了一整年 你就是為了你認為的目標 要去達標了 結果老闆告訴你 其實目標不是這樣 那你當然一定很痛苦 可以受傷 那另外一種是 老闆也不告訴你為什麼 你就只看到結果 他到底哪裡看我不爽 會記一輩子 所以我覺得兩件事 第一個就是 你要先跟你的同仁 講清楚遊戲規則 然後第二個就是 你要依照你的遊戲規則 真的去旅行 不要說講了又不算數 那另外一個就是 我覺得溝通真的很重要 就像各位 你們至少就是說 你們主管有告訴你原因 不曉得是真或假 你相不相信 但至少會講原因 那我遇到很多是 就是說有沒有人 拜託你讓你覺得為難 你是怎麼婉拒 或者是你怎麼接受 其實剛才齊邦講到 像這個廣告什麼 因為我們當律師 然後也有粉絲專業 也常常上節目 我的很多客戶就會來找我 就會說 那我們公司的產品 你會幫忙行銷宣傳 你律師事務所怎麼幫忙宣傳 是啊 就叫我 在我的粉絲專業去切 這些廣告等等 這個產品如果有糾紛 我會打 推薦這個產品 你要律師事務所幫忙 對 是叫我推薦這個產品 所以這個當然對我來講 是很為難 可是我覺得 我就是很直接的告訴他說 我的為難在哪裡 如果你能替我解決我的為難 那我就可以幫你做宣傳 叫你把宣傳的商品是什麼 例如說我們有人是行銷說 他有一個手機的儲存裝置 可以讓手機的照片 什麼都儲存在裡面 那希望我們幫忙去做這樣子的宣傳 那對我們來講就是 好 我如果幫你宣傳這個產品 就像剛才蘇星講的 那這個東西出問題 我也要付法律上的責任 有人說拿那個健康食品 叫我說他宣傳 我說你好處是對 他說接著拚拚 我說我是什麼印象 給你覺得 好啊 不是 我就要接這個 我一定要叫 你這樣講 還有人叫我代理那個壯陽藥來 我不能欺騙觀眾朋友 好 不過重陽藥找王綠藤這個事 你一定要再繼續 對 沒有錯 這樣找我30萬代言重陽藥 我不能對不起全國的觀眾朋友 那我根本就不需要嘛 對不對 你跟神經理一樣 都要抽良藥來壓就對了 不是 不是 所以我只是四個字 可以形容我個人的人生經驗 欲求不滿 謝謝大家 其實剛剛我們那一段 其實是笑話 不過其實律師剛剛講的有一段 我感慨很深 為什麼呢 因為呢 我們的個性比較直 所以總認為說這個 我們的下面的記者 他的表現 我們的長官應該看得見 因為我看得見 他也看得見嘛 然後呢 人家的拼勁跟獨家新聞 應該看得見 所以應該要凸顯在他的口氣上面 可是當我們是這樣認為 所以我們事先不會去給太多承諾 你知道嗎 給我的記者說 而且我跟你講你事先講的話 有些記者私底下會去炫耀 那就糟了 那就完蛋了 結果沒有想到等到 到了老闆的前面的時候 他再跟你講這個這個怎麼樣 而且我們沒辦法左右 我們上層的打烤機的 因為離我們的烤機84分 我也曾經被烤機打差 那為什麼人家主管都是好的 為什麼你是差的 自己要跟自己比 你知道嗎 因為還有就現代人 真的會面臨一種困擾 你知道我們現在的線路都很多 有時候我們真的是 沒時間好看 有時候會打開看 還是沒時間好看 因為工作 家庭 還有其他很多事情 或者體力不計這樣 很多朋友 第一遍遇到你 我們加個線路好不好 如果你會嗎 會 我會怕很多東西 我不好意思 我不是抱怨 我只是說要說明 結果後面又遇到 你知道我什麼嗎 我知道 看起來很便宜 沒有辦法記那麼多人 我們都知道 結果他說 你大陣子 怕怎麼會看 這有點麻煩 你要怎麼解釋 我覺得這種對我們的期待過高 那說實在這種朋友 真的不教也就算了 真的喔 我真的覺得 因為互相如果沒有體諒的話 那這種狀況 我覺得這朋友 你再繼續跟他往來 除非你配合他 他怎麼跟你說 你怎麼會 我就跟他說 真的不好意思太忙了 實在很抱歉 就這樣 你剛才不是說這個朋友 我也不敢跟你交 但心裡想要是就拜拜 謝謝再聯絡啦 我這樣講的意思就是說 我為什麼體會出 要能夠了解朋友的為難 因為真的沒那麼多時間 不要用這種 不要啦 大陣子都在看聯絡啦 其實LINE一定會找到我 我要先告訴你 不一定 因為我都沒看 他那個是客套話 還是說真的是這樣 我覺得其實呢 有一些是真的 有一些是LINE這件事情 就是你 尤其是他有時候你這樣撇來 你這樣其實就知道到底誰來 如果真的很重要 瑞德來 你一定會看一下瑞德找我幹嘛 可是有一個你連名字都想不起來 只見過一次的 你回去立刻去看他嗎 大概就不大會 所以我覺得他一半是真一半是假 但是你就自己必須估摸 就是人家這樣跟你說是不想給你 還是告訴你說 就算給了你 你也不要認為你可以隨便LINE我 叫我幫你做任何事情 因為有些是真的 就是加了之後就開始不停的 早安 午安 晚安 什麼都 他就加了你 你可能是一個客氣的場合加了 他就開始問你說 我最近我家的誰誰誰 他想去看一個皮膚科的話 請問可以找誰 這還好 叫你喬病床就麻煩了 沒有 因為一開始 所以一開始如果是這樣 你可能就會跟他說 你可以找誰 你就是有時間就回一下 後來就發現好像會回 然後第二件事就說 那是這樣子的 就是那我之前 我去看那個保健食品 有一個保健食品 我不知道這個可不可以吃 我拍照下 你幫我看一下好嗎 拍了 潘老師說 因為你也是知道 我現在老花很嚴重 然後我就是要 妳有老花 我老花超嚴重的 人怎麼可能這個歲數會老花 沒事 差不多 對 然後就是你 而且我會定每個東西都清楚 所以你就必須幫他看 可是看了之後想說 他寄來這個東西 我又不知道是什麼產品 我要跟他說可吃不可吃呢 因為如果是你很熟的東西 馬上說這個沒問題 這個OK的 或是你要花很多力 還要去查證 對 然後可是你寄來這個東西 我也不熟這個產品 這個廠家 那我要為了你這種簡訊 我要去馬上去 理社區說這到底是什麼東西 他是什麼樣的人 因為我也不知道他家人 為什麼要吃這個 所以我要先說 你家人為什麼要吃這個 然後這個東西是什麼 你怎麼樣取得幹嘛 來了 你就跟他 如果你要很認真的回答 下一次就像你說的 接下來就來了 而且不一定是他家人 就我有一個認識的誰誰誰 他要幹嘛 你可以幫我推薦一下嗎 就是你想想看 回也不是 不回也不是 因為回了之後 就發現有反應 就可能會一直來 因為他就會突然間覺得 這一個路線是暢通的 所以他就覺得 可以一直持續的前進 就得寸進 對 而且你就變成 你不知道你會被他拿來 是不是做人禁 因為我有一個朋友 就是這樣 因為你說其實隨手之變 為什麼有些人警覺心這麼強 我有一個朋友就是像現在年節到了 是不是很多人都會送 很多廠商 很多朋友都會送禮盒到你家 有嗎 你少來這一趟 你那堆到你們倉庫 你都還沒看到就對了 他們都在這裡送去倉庫 他都沒看到 本人沒看到 然後 我們說跟子儀說 去說說錢 對 然後你就開始禮盒來了 那有一些人的習慣 是因為人家都送禮了 所以就是要表示我有收到了 所以一種是直接LINE說 謝謝你的禮 我送到了 那有一些人就覺得說 可能也沒有LINE 但是來了 所以他就會照一個像 PO在臉書上 今天收五種禮 就感謝誰誰誰 今天收到了禮物 當然一方面是炫耀 自己人際關係很好 但是一方面是感謝人家說 你送來的禮我收到了 就後來呢 其中有一個人呢 他就是收到一個 其實也不算是非常熟的朋友 那送的禮 然後他就拍了 就是傳傳傳 後來他才發現其實呢 這個朋友送他這一盒禮盒 其實並不是真的他掏錢買的 是呢 他呢 他的另外一個朋友 是公關公司的人 他的這個朋友 正在幫這個產品做公關 然後他就告訴這個產品 說我可以幫你送一些明星 送一些藝人 對啊 然後我幫你送去那邊 然後送去之後呢 隨便一個人PO上來 你看就是我的成績單 你看 你看我幫你做了公關 你看這麼大牌都幫你PO了 可是你並不知道 你本來是想說朋友送來 我打個禮 可是結局是人家做公關的一個成績 洪怡那個剛剛講到Nine 因為很多那種 亂七八糟的廣告廠商 垃圾的郵件什麼都會來對不對 我們是不是都會設定朋友 就一定要經過我過濾 對不對 所以Nine才能來嘛 那所以可是問題是 如果在現場一些人家吃飯 還是介紹認識的地方 他要跟你加Nine 你總不能說我 不要 對啊 好 加Nine了 剛剛說過了什麼Nine 我收過最特殊的一個 Nine的訊息 那個名字顯然加過Nine 但是我不認識他 就是不熟的朋友 是女生 那個圖像是女生 名字是女生 他傳來的Nine的內容 是A片 因為他知道 女生 然後我第一次 不是不是 第一次傳來的時候 你會怎樣 你會按錯了 會有他傳錯了 然後下載 不是 你會看一下 你會看一下說 到底為什麼傳A片來 劉威姐的說 怎麼會傳 女生為什麼會傳這個東西 沒有 他是假裝 我確認一下 是不是真的A片 我就認一下 然後你會怎麼辦 你不知道怎麼辦 所以就 已讀不回 可是他接二連三一直傳 那你會怎麼應用 你會怎麼回應 因為他知道你下載了 不是 他發現你看了嘛 接二連三一直傳這個樣子 他又是女生 然後傳了三四次了以後 我就給他回了幾個字 你帳號被盜了嗎 這樣子 你懂了吧 他就不會再回你了 可是我問你 那你說到這個 你怎麼辦 你說那個女生 顯然你不是那麼熟的 傳那個A片的那種 片段的內容給你 那你怎麼辦 人對你這麼有期待 你怎麼會這樣 壓力很大 而且又很害怕 害台灣人拿去看怎麼辦 太太看了 不是看到A片生氣是 怎麼會有這個女生 傳A片給你 誰叫你要在節目上宣傳 你不需要撞養藥 我本來就不需要撞養藥 你坦承就不會有這些危險的嘛 好 那我也補重一下 我們也常常會遇到 就是有人來諮詢我們 透過Line 例如說不認識 他是他也不告訴你 他是誰介紹 突然就丟進來 問你說一些法律問題 例如說 他就問我說 我今天出門的時候 被人家講了什麼什麼的話 這個是不是恐嚇成 恐嚇成 對我可不可以去報警 那我可能就會在上面回他說 這個有可能構成喔 可以考慮 因為你跟我講這個 所以我就是這樣回答你 我不曉得你背後故事是不是長這樣 馬上截圖去貼給別人 你看你這樣恐嚇我 劉偉廷律師說 這會構成恐嚇罪 對啊 那那個人反而嚇死了 我最常遇到這種啦 對 那反而來質疑我說 明明我們的事情 就沒這麼嚴重 為什麼你要去告訴他 可以告恐嚇 你這個律師有問題 對 那我們反而莫名其妙 上面人家這樣問 我這樣回答 不知道會被截圖 拿去做別的利用 這也不是我的初衷 可是很容易 就在這種陌生的狀況下 就被利用去 對 你就說這是某某律師教我的 好 來 我們先休息一下 好 其實 肅清我知道其實他也 幫很多人的忙 因為你是醫藥記者 所以很多人可能會需要你 找醫生啦 要病床啦 是不是這樣 是 真的 這個從以前在報社 到現在都一樣 就是大概三種最常見 一種就是問說 你覺得哪一個醫生比較好 這個還好 但這個其實也沒有想像中 那麼簡單 因為你 比如說這樣子好了 之前有一個人 他就是說 他膝蓋有一點點需要 有一點出問題 然後需要手術 然後我想說 對 膝蓋手術有幾個很有名的嘛 所以就 我都要先問說 比如說你是在台中 台南 台北 那就是腦有問題 對 那我們就究竟在哪裡嘛 沒有 然後他就說 不是的 他是這樣子的 他其實不是要來問哪個醫生好 哪個醫生好 只是他的開頭問候語 他心中已經有想要看的醫生了 所以他就說 那你知道那個有一個 某某某某某某醫生超有名的 那個真的是超級有名 國際知名的大醫生 那個醫生如何呢 那我們心裡就覺得 這種手術不用去給那個醫生開啦 因為他也不是專門做這個的 所以你心裡其實不叫 那個醫生是牛刀啦 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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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你就會跟他說 其實你這個 你的個性真的是重機級的 你知道嗎 機車啊 對 我就跟他說 其實你這個問題 真的不用去給他 他這個醫生 你給留給人家真的 人家在做接神經的 人家在做那個專門 做很嚴重的脊椎的 你這個膝蓋去找他幹嘛啦 但我心裡沒講的 心裡是這樣講的 我沒想到擺會說 其實你這個狀況啊 我跟妳講的這幾個醫生 都開得非常好 而且老實說 因為病人沒有那麼爆炸多 不用等那麼久之外 你會獲得很好的待遇 你經驗會很好 他說沒有啦 我是覺得說 我們還是希望能夠給他看一看這樣子 然後呢 反正一開始先退卻說 我說不然你先去問一下 你想要手術的這個親人嘛 說我跟你介紹的這兩個OK嗎 其實問他 你可以走路查一下資料 他們評價非常好的喔 然後回去沒多久來說 我跟你說啦 我們還是想一想 還是一定要給那個醫生開啦 所以第一個他來的時候 先是問你給誰開 問題他根本沒有想要問你的意見 因為他就是要講那個有名的醫生 結果他真的喔 最後我們就千方百計 幫他拗到那個醫生的診 讓他去開這麼小的刀 就是第一種就是 你有時候來找我 我們好心跟你講說 其實你不用 甚至 如果我是不會怎麼回 你 如果這樣我說 會我給你掛腦科 沒有 他問說為什麼 用膝蓋想也知道 是嗎 沒有而且 而且有些更可怕就是 開膝蓋啊 膝蓋壞了 有些更可怕的是 有時候是他們來 比如說他來了 有一個你覺得已經很緊急了喔 他說因為癌症了 然後他要從中國回來 找一個醫生這樣 我想癌症 然後已經第四期 這蠻嚴重的 真的這個忙是一定要幫的 然後他一樣的 他也是說 我想找某某某醫生 那那個某某某醫生 算是也是有名氣的 但是我心中一驚啊 我想說你這麼嚴重啊 你不要找他啊 因為他真的不是這個 領域通過的 就是說他雖然很有名 但是對我們來講 他不是最棒的 那你已經這麼嚴重 我們希望能夠找 真的很厲害的給你 所以我第一時間就說 你一定要找他嗎 他就說怎麼了 我們就說 其實我可以幫你介紹 另外兩個 我覺得很棒的醫生 你這個狀態 很適合去找他 而且都是超級大醫生 老實說 我也不想推薦那兩個醫生 為什麼 因為推薦了之後 他們也很難過 我還是得幫你過好的 我還是很麻煩的 但是我還是心裡覺得 我要有良知 我不應該給你去找那個 我覺得真的 你們覺得他很讚 可是我們自己 不是放在最前面 然後你知道嗎 他就說 還是你 是你沒有辦法幫我 掛到那一個嗎 我想說 他治癒你的能力 對 他就說 你是不是不想幫忙 沒有關係 如果真的你不行的話 我可以幫 我可以找別人幫忙 我想說 第一其實你已經離我很遠 我真的不是跟你 那麼熟的朋友 第二你是輾轉關係來了 我還很好心的 因為你們疾病很嚴重 我希望能夠幫你找到最正確的人 接下來你還質疑 我是不想幫你忙 所以故意說 不要找這個 我幫你找別的 然後呢 最後他就一直 我想說 好吧 你自己都這樣想找 我說好啦 我幫你問一問 當然最後就順利掛那個醫生的號 但是我只能說 就是求多福的 因為 我真的很佩服肅清 就是你還能夠推薦適合醫生 還能幫他掛到 對啊 非常困難 沒有 這個不要再宣傳了 就是沒有這件事情 而且我們 我們其實最擔心是下一個問題 如果 這一段就一不斷重播 然後你 撿出來當宣傳 好好 而且我覺得最擔心是說 如果假設開得不是很順利 他會反過來找你麻煩 怪你啊 所以我會給他兩個名字 最終後來我們也是學會 我有一個朋友真的很慘 他也是幫了很大的忙 就是 他當時呢 他的那個朋友的小孩 要做一個非常大的手術 那他當時也跟他說 有沒有可能 不用找那麼有名的醫生 那那個人就堅持一定要找 所以他也幫他安排上去了 好不容易擠到位置了 然後上去開刀了 結果手術台上就死了 哇 然後他就變成 他一輩子的創痛 因為如果 他會覺得說 如果我沒有幫他安排上那個刀 如果這孩子沒有機會去那裡 說不定他的命運會不一樣 有時候 有時候補充一下就是說 有時候我們認為 人家來拜託我們 然後我們幫他 為他 做了很多做的事情 可是最後的結果 會讓你想像中 那個完全不一樣 快過年了 有一年我一輩子不會忘掉 為什麼 我第一次包紅包 小記者而已 第一次包紅包六千塊 不是給什麼人 是給救護人員 為什麼 長官爸媽在南部 重病要送到台北來 台北當然有他的管道 但中間的過程 他的相關的救護車上面 他想要這個心電圖 然後散售氧氣 還有一個急救人員 還要幹什麼講一大堆 可是能夠符合 這樣的條件的救護車不多 那你要想辦法運用你的關係 去幫忙 可是問題是 過年要過年 你一定要聽清楚 是高速公路大塞車 然後去拜託人家 我第一次自己掏腰包 包了當年我薪水才多少而已 我包了六千塊 我幫我拜託他們 你知道嗎 求求求求求 就拜託 然後幫忙 幫他完成這個任務了以後 最後這個長官弄我 弄你 不是幫幫你 不是謝謝你 是後面弄你 我到現在還不知道為什麼 我只能知道一件事情就是 你總得讓我們把他打開那個問號 不是 所以後來我今天恍然大悟了 今天是讓人家這個茅薩蛋盾開 因為鄭鴻怡的八十四分 你知道嗎 給了我一個人生的啟示 他是我的貴人 你知道嗎 這樣你今天有收穫 有收穫對不對 我人生能夠想 現在那麼開心去歐洲 都是我的貴人 那你還拿車保費 對啊 應該你給我們錢吧 我已經煎了一千碗滷肉飯 給高雄市民了 肅清還碰過那種長官 是要單獨看醫生的 我跟你講 那個剛剛講的是指定醫師 然後指定醫師已經算是困難 任務困難 就是說還是勉勵達成 可是有些人 他的要求相對特別 因為覺得自己相對尊貴 要單獨看診 那其實是別的報社 那個時候他們醫藥記者 就也是很可憐 因為那時候他就接到一個指令 這個指令說 你可以去瞧一下某醫院 他說怎麼回事 他說因為上面的人要看皮膚科 他想皮膚科應該不是什麼重病 相對之下皮膚科比較少重症 他說那這樣子的話 我就幫他掛某個醫生 我覺得他做得還不錯 他說不是掛號 他說不是掛號 他不是要看皮膚科嗎 他說他上面的人是說 盡量不要跟別人這是龍蛇混雜 一起看診 要單獨 單獨看診是會比較好 因為他不用掛號在那邊排隊 因為你叫他 不用去診療 他什麼人 你叫他在那邊排隊這樣好 不是就是讓醫生提前來單獨 幫他看個診 提前喔 不是說先秉儲左右 是另外找時間 幫他單獨看個診 那想說這病應該是非常的尷尬 皮膚科嘛 然後又要提前來 又要單獨看 有可能是長在齊齒 長在齊齒的地方 那心裡本來想說 那說不定是真的是這樣 那也說名為其男就安排了 而且長官那裡長得跟人家不一樣 對啊 或許是這一類的情況 後來就名為其男 真的就幫他安排 他也真的使命力達做到了 後來就很想說 但是又不能探問人家的隱私 就很好奇嗎 到底是什麼樣的難以其齒 一定要自己看的病嗎 後來才發現 對方的醫院的公關 後來就很不爽 說你們真的 你們長官這個要求 真的有點過分 我說怎樣 他說怎樣 他說 其實你知道嗎 當然不應該透露病患的隱私 但是他說 他就是只是背上長一個 像青春痘這樣子而已 他居然要要求 要自己單獨看診 不是那裡長什麼 就是背上長青春痘這種事情 因為長官70歲了 還長青春痘怪怪的 那就是青春是不是 就是人家 就是說 你這麼大費周章的陣仗來 只知道徒學你很尊貴 真的 這種人沒有很少 從好處想 他是怕那顆不是青春痘 他可能是怕沒毒的痘痘 是不是 沒有 真的 然後之前也有那種很扯的 就是像我們即使 就我們爸 待會兒再說 好 來 來 我們先休息一下 來 蘇星顯然很為難 因為今天一集 你已經講了半天 對啊 因為 還有再講嗎 那不要再講 不要亂開玩笑 沒有 因為我們常常 剛剛休息時間 瑞德哥是在講 我們常常這個關係 甚至都不是用在自己的家人 每一次的開口都是 每一次都是一次的為難 就是就像 他們為難我們 我們為難別人這樣 所以每一次的關係 你跟人家開口 就是你欠人家一個人情 而且都不是欠在我們自己人 所以我們都很希望說 每一次都真的很難了 然後呢 但是你就會碰到那種 他覺得他爸爸比你爸爸大 這一種人 就是怎麼說呢 他先來跟你說 要幫忙掛號 好 這是基本盤 好 掛號沒問題 掛完號之後就說 那可以因為趕時間 想說趕時間的意思是 我說那是要比較早 第一個看或什麼的嗎 可是你現在號碼在後面 他說不是 如果因為爸爸那個年紀比較大 可能體力沒那麼好 沒有辦法等比較久 那可以讓他先看嗎 我說那個先看的意思是什麼 他說就是提早看診 一樣嘛 這剛才那個長官 高點開始讓他高點進行 但是他就講了說 爸爸真的很愛爸爸的感覺 就是爸爸體力又差 幫他掛了號 是不是能夠讓他找到 不要讓他的老人家這麼辛苦 體諒著他一片愛爸爸的心 於是我們就打電話 就跟醫生求說 那你有可能 因為你知道現在病患很機車 你知道嗎 你如果插隊進去 他們都看到的 看到 看到 所以有時候真的還要用各種的手法掩護 醫生就出來說 劉雨婷是律師我怕他 沒有 以前都有各種手法掩護 比如說診間有連通 比如說隔壁間後面這樣進去 休診的那一間進去 然後直接進去 你只會覺得這個人看很久 醫生為什麼這枕控很久 其實是因為我們從另外一個門進來 就是用各種手法 可是偏偏那個醫院 沒有這種連通的診間 所以你沒有辦法從後門進去 你就一定得眼睜睜在別人面前進去 偏偏又沒有掛到第一號 然後余叔只要跟醫生討論 就很舔著臉說 那有沒有可能 因為你是一點半開診 那你可不可以一點 比如說二十來 讓他提早十分鐘 那我們還沒開診 那你就沒話說了 就假裝是類似別人進去先聊天這樣 醫生就人也很好 想說就是說老人家怎樣怎樣 他說OK的 後來才知道第一 那老人家其實也是一直拖到快看診才到 人家你知道嗎 你如果已經開診 人家很難 對已經快看診才到 更離譜的是啊 你不是很愛你爸爸 你不是體力很差 你不是要提早來 不是很辛苦 結局是醫生就跟我說 我跟你報告一下 這個老人家看診的狀況什麼 我說你幹嘛跟我講呢 有看就好了 感謝你 謝謝謝謝 因為很好的朋友 他說沒有 因為他沒有人陪他來 所以我也不能跟他的那個報告 我就只好先跟你講一下的狀況 你連陪他去看診你們家都瞧不出一個人來 你卻覺得別人的女兒應該幫你安排到這個地步 我媽媽你的長官對你很好 這樣 他本來是要叫你配音幫忙 沒有 終點來了 他不是我長官 你對他好好喔 那蘇星 既然這樣的話 我覺得你也蠻博愛的 以後我們要拜託你 我應該怎麼開口 蘇星真好 沒有 我真的覺得 講一下啦 講一下說什麼樣你會接受 我通常是第一個就是 提前來講 提前沒有 我都免費服務的嘛 好來 就第一個部分就是你的要求是合理的 比如說怎麼合理 就是說 背部長一個青春動 背部長 其實這種就不要 第一個就是他真的相對的緊急 比如說真的很極樂 然後真的 第二個是說 真的你的關係是很密切 你不要 我們以前還有人拿我來當選民服務的 就是某同事他後來去選民帶了 後來我才發現 因為我幫他做那麼多選民服務 對 對 就是說 一是跟你真的關係很密切 你很重要的人 第二真的 爸爸媽媽啦 對 爸爸媽媽 第二個就是說 你真的情況有點緊急 比如說真的求助無門 否則是有時間可以等的 或什麼 你都可以說 先相對不要那個 不要 真的 你看 我之前曾經在本節目講過 我父親生前 在台大醫院急診室待了三天 我都沒有打電話給洪素晴 我跟你講 我男朋友在台大醫院急診室 我陪他的半夜到凌晨 一直等 一直等 想說不是說盲腸炎還沒來開 我都沒說話 所以我們其實都沒有 用這些關係在自己人身上 你可能就凹在那裡 因為你求人你就得還 我也補充一個 就是因為我剛好服務到幾個 那個有名 之前其實像蘋果手機好了 要拿是很有限 尤其是那種第一天才上市 然後有的人就會希望 第一天就拿到手機 某程度是炫耀 那剛好我服務的客戶 有一家就是專門在代理 這個蘋果手機的 然後我的客戶 其他客戶就會知道說 透過劉律師可以 很快就拿到 可是我會告訴他們 這個我的客戶 這個蘋果手機商 總共扣大就是第一天進來 可能就50支 所以超過50支我就沒有了 但是如果你在50支範圍內 是你自己需要的 或許我可以幫你努力看看 但超過就沒有 那我就遇到一個公司的董事長 他也跟我蠻好的 然後我們也是服務他 就跟我說他要三支手機 那我們也說可是正常 一個人一支我就已經很為難了 因為不只喔 也有很多政治人物 有什麼都來要啊 那扣大就是這樣 就50支就沒有 自己員工要也都拿不到 就是很有限 我說你這三支是 你自己要的嗎 就是為什麼你需要三支 他就跟我說 我跟我太太各要一個 還有外面也有一個需要 這樣很合理啊 合理合理 但是我就非常的為難是 我這個怎麼擠給你呢 老婆跟小三只能選一個 對啊或者是你自己不要 就給太太跟 對就是難度很高 可是到最後就是 我們還是想盡辦法 例如說再跟其他的人去說 可不可以再慢一點 可不可以這重要的氣候 對啦 重要的氣候就這樣嘛 對不對 對或者是比較強勢的客戶 強勢 所以我如果是對你弱勢 你實際不會那個 也不會參加嗎 不會啊 我鄭大哥會比較體諒別人 不會像有些人 他可能自己壓力也很大 他如果也三支的話 他就完了啦 外面還有一個 你有三支 我來三 你兒啦 你現在還在用八呢 還好現在不用排隊 現在很容易買得到 不然我這問題好難解決 那劉醫師 你說對你好 要一輩子都好嗎 你說你才有類似的案例 對啊 其實我們常常遇到這種 家族家庭的這種關係 很密切的 會變成協助變應該的 像我就遇到一對夫妻 他們其實很努力的 就是這一對夫妻呢 其實都是沒有念什麼書 也沒什麼背景 然後就是白手起家 然後爸爸是開始挑磚頭 然後他們生了五個小孩 那五個小孩裡面這個長子 相對的就是 從小就跟爸爸一起做出火 就開始從十幾歲就挑磚頭啦 然後挑一挑到最後 爸爸開始買砂石車 他就跟著爸爸一起開砂石車 十六歲就開始開砂石車了 可是另外四個小孩呢 就相對因為哥哥在幫忙 就容易讓他們都過得很優渥 因為就爸爸跟哥哥 還有媽媽在努力的賺這個家裡的錢 那後來這個砂石的業者 剛好遇到台灣經濟起飛 所以整個砂石業者就大好 然後他們的砂石車變成車隊 車隊算是買砂石廠 就很有錢 那這四個 除了這個哥哥以外的弟弟妹妹 也都因為這樣子就享受了 父母親跟哥哥所留下來的 這些富裕的生活 所以包括有當到會計師的 有當到老師的 然後爸爸媽媽也都買房子給他們 那後來爸爸也就過世了 那過世以後 這個砂石的生意繼續 就由哥哥來沉寂下來 那哥哥繼續沉寂下來以後 換這些弟弟妹妹 已經都有工作了 房子也好幾間了 還是繼續回來跟哥哥要錢 哥哥 我最近車子又跟人家相撞了 相撞什麼 酒駕去跟人家相撞 又撞到一台雙B了 可不可以再給我錢 再買另外一台 那哥哥 也就是因為 曾記得父親過往的做法 就是好你要 不然就錢給你 可是哥哥的太太就跳出來 你們老爸沒在的 是怎樣到現在 你還要繼續供養 你這些弟弟妹妹的家庭 還不是弟弟妹妹而已 而且那些人都已經三四十歲了 而且都有在賺錢 都有在賺錢 房子也好幾間 為什麼要繼續供養 所以哥哥也是在想說 因為以前爸爸就這樣做 所以他就繼續這樣做 但是就是這個哥哥的太太 就不斷地跟他有爭執 最後當然哥哥就想說 好啊弟弟 不然這樣好了 以前爸爸留下來這些財產 我們就分 該分給你就分給你 分完以後 大家就各自走各自的路 弟弟妹妹說不要 不行 這都爸爸留下來 你如果要分給我 是應該你全部都給我們 你哥哥都不能留下來 但是弟弟妹妹就知道 而且弟弟妹妹有四個人嘛 所以當然就是人多比較有力量 那哥哥就很為難 那到最後就變成打分家的訴訟 打這個公司經營權訴訟 然後後來甚至 打冠西喔 打冠西啊 再來連爸爸媽媽留下來的房子 到底是屬於兄弟姐妹還是哥哥的 也在打官司 結果我們就這樣幫他打了十年 三十幾個訴訟 十年 三十幾個訴訟在打 最後是什麼結果 兩敗俱傷 你不然你看 律師的世蹤是怎麼穿得這麼漂亮 真的 而且不僅是一個律師的世蹤 很多律師事務所的世蹤 都是這樣來的 因為打這些官司說真的 勞民傷財 說世蹤跟無優 看就表我看看 表我看看 不是啦 其實是已經辦公室了 你如果看媒體人都掛這種表 律師都掛這種表 我都一直跟建議說 其實事情是可以和解 可是弟弟妹妹已經就當作理所當然 就很習慣 本來就應該這樣 因為從小這樣被養到大 所以要他改變很困難 太過分了 來 我們先休息一下 好 齊芳他是購物專家 所以也會接觸到滿多的藝人 據說有人會 別人很客氣 可是他自己把他為所欲為 其實我一直 我之前不知道這件事情的時候 我都很清楚說 我們公務專家試用商品 就是要用這個東西 不管它多貴 你都必須要試用 那有些人是說 你要把它搬到我家裡 或者是像日本水蜜桃 那種人 我全要寄幾箱來 給我們家人都吃吃看 然後我幫你做評價 那都還要小case 然後有一次我聽到 還有一個廠商講說 你可不可以不要再發某某 因為我們都會發 會指定想說 今天幫我發鄭鴻儀來好不好 都是主持人或製作討論 那廠商就說 拜託不要好不好 發某某某不要好不好 我們說為什麼他來有限 有電話線會大賣 那你只要認真 花錢做一檔就好了 他說不是 你知道嗎 我們有一次 他是不管賣什麼 就要拿什麼的人 賣什麼就要拿什麼 對 這個藝人很紅 就是他應該沒有人 不認識這個藝人 那印象之中表示 他應該賺很多 因為他很紅 可是他也很會要 他不管是不是 比如說我今天來賣杯子 連賣杯子他都可以要 比如說我有姑姑 阿姨有什麼人 總共你要寄30個來我家 然後我再接 那我說 好啊 那這樣沒關係 反正小錢 我印象比較深刻 是因為我賣一幅黃金的話 是十二萬八 然後第一檔的時候 就大賣了 黃金 黃金整幅的親民上合同 十二萬八 第一檔大賣之後 他就會一直在重播 那第二次就是 已經播一段時間說 那我們再重新做一檔來播 然後廠商就講說 你還是要找某某某嗎 我說對啊 他很上次是他大賣的 那個鬼蠻旺的 請他繼續來 他說你知道嗎 上次他拿走兩個 十二萬八 下了節目知道大賣 就拿走兩個 那兩個要幹嘛 都放他家應該放不完 然後另外旁邊 那個是金子做的 回去榮一榮 又變千塊了 太累了 然後旁邊那個廠商就講說 我才誇張 我賣鹽燈 鹽燈很重 我們都是十五公斤到三十公斤 你知道媽媽我親眼 我那天帶六個鹽燈來 他騎摩托車 我硬綁 九頭座的那個丁 對 日本那種田園 一顆一顆十五到三十公斤這樣子 他說有六顆 我硬綁在他的摩托車上 他的摩托車還有點歪 他還是要給他載走 追回去 對 六顆都載走 他說他印象非常深刻 覺得會出車禍出車禍 他說沒關係 我簽都簽回去 因為他跟他太太的歸訪需要那個 他沒有結婚 他有倉庫吧 等一下再套出來就知道了 然後我就說沒關係 那上次已經給他拿走兩個了 這一次一定要好好用他 對不對 就是這一次我通通給他講 比如說像今天這樣子 我就盡量用他 以後我們就剪他的畫面 拼拼用就好了 這樣我也幫你還 他來有通告費嗎 有啊 通告先拿一筆六萬 然後他那時候是拿兩個走 然後第二次他就講 先跟對方講我們沒有要給你 他說你來我家討論一下好了 他說他去他家 那個廠商他說他親眼看到 有兩間房子打成一間 通通放的都是購物台的商品 通通都是 他都來藥然後拿回去 對不對 然後滿滿的 然後他就問他說 你為什麼要這些東西要幹嘛 他說我有一天要開一家精品店來賣 有頭腦 有商業頭腦 那個人現在還在呢 對 他只是很多人是拒絕往來戶 覺得說不敢去碰他這樣子 女生男生 男的 十二萬八給了兩個 怎麼會罰得來 這樣就二十五萬六人 他沒有他算一算 因為我們重播啊 那一檔總共播了三百幅 哇 其實賺 那可以啦 那舊賺 賣有多少 所以他甘願 快四千萬 甘願給他拿兩個走 有時候拿一個 有時候廠商 你開口送一個廠商會 你如果賣得好會阿薩利 意思意思 對 然後他說他去他們家 他跟他講說 這兩間打通的 幫我牆全部都貼上 貼上那個簽名上的 對 那要貼幾幅啊 貼貼了四幅 因為很長嘛 他又再要 下次又賣別檔的 這個牆不是都貼光了嗎 對啊 那廠商說 結果下次是原送去